其實要帶您關注的就是林非凡的婚禮了 昨天是有基層人員警不滿說 為什麼要來幫林非凡的婚禮進行維安呢 對此彰化縣警方的最新說法是 他們不只是單純進行維安而已 主要是因為在139縣道上面 這邊車子本來就比較多 所以單純的進行交通管制 強調已經跟林非凡聯絡上了 但現在恐怕有不少抗議的民眾要聚集現場 因為彰化縣軍工教聯盟召集人就嗆瞎 說要號召民眾到彰化一三九上縣道來看夜景 還說要跟道場的建制人物陳情 太陽花學運領袖林非凡十一日在彰化岩氏牧場結婚 消息曝光軍工教聯盟人員發出訊息 準備道場陳情 我的對象不是林非凡 而是要來為林非凡慶祝的這些 民進黨立委後事收小英 秀出發在群組的簡訊 召集人強調只在一三九縣道上 陳情不會闖入會場 不過陳情民眾要去賞音恐怕落空 因為林非凡在臉書上再發文澄清 席開三十桌 受邀的只有學運夥伴 包括陳偉廷等親朋好友跟師長以及家人 沒有邀請總統蔡英文 或是前總統李登輝 外傳政治人物只邀請時代力量的立委 黃國昌林昌左洪慈庸三人 但彰化縣警方還是不敢大意 我們有透過管道 聯繫這個林非凡先生 那據他表示 他謝謝大家的關心 他保持低調 那當然我們會是實際的情資 還有後續發展的狀況 如果需要的話 我們還是要調派警力 因為那時候太陽花 水印的時候 造成這麼多傷害警察的事情發生 所以我相信很多警察對林非凡是有意見的 彰化警方雖然謹計畫部署12名人力 但不排除再增加 並積極追查是誰洩漏公文 林非凡人生大喜之日 顯然已經成為各方角力的競技場 記者林一峰彰化報導